大家好,我是庞庞 今天我想拍一张皮影戏风格的照片 第一次对皮影戏感兴趣是20年前 看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大明公池》 那里面有几段皮影戏的桥段 当时是深深击中了我粉红色的少女星 20年前粉红色的少女星 这好像有点暴露年龄了 就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 能看到现场的皮影戏 这种从西汉年间就开始有的民间戏剧呢 在今天街头基本上已经绝技了 可能只有在博物馆呢 然后剧院呢 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景点能够看得到吧 那《大明公池》这部连续剧 放在今天的话都是很有特点的 因为它是用了萨斯比亚式的台词 就我觉得更像舞台剧 就很不接地情的那种 但是我喜欢 如果要看符合历史和天津生活的 那去看历史剧或者是纪录片就好了 对吧 那我现在先给我的皮影做个道具 传统的皮影大多是用瘦皮做的 我这三寨的就直接用纸就好了 皮影戏最开始被发明 据说呢是用作招魂的 西汉时呢 汉武帝的宫廷乐师李延年 做了一首家人曲 来形容自己的妹妹 这位家人后来自然就成了 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 一孤亲人臣 再孤亲人国 亲国金臣呢 就源自于他了 可惜这李夫人红颜薄命 在他离开后呢 汉武帝就非常伤心 当时有一位方氏静言说 他有招魂之术可谓即情商 于是呢搭棚点灯 用影之扮演李夫人之亡灵 这就是最初的皮影戏了 后来在坊间流传开来 还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那个时候没有电影啊 电视剧 那可想而知 皮影戏在当时是多么受欢迎了 元代时呢 皮影戏流传到了附近的缅甸波斯等地 然后清代的乾隆年间呢 经由传教士带来了法国 后来又传到了英国和德国 所以在当时的欧洲 曾经也是流行过一阵子的 好了 我的小学生水平的背景 差不多做好了 这纸有点太透明了 不过我的灯不是很给力 要真用快白布 估计啥也看不到 拍摄装备 虽然在成品里不一定看得出来 因为我可能会把人物处理层捡拧效果 来看看第一章有没有一点点写意古风的味道 第二章人物呢 一大一小 可以理解为近大远小 那也可以看成是主虫关系啦 这个是借了古代绘画中的一种习惯 那就是按照人物的身份制度来决定形体的大小 来看看这幅沾花式女图 重要人物呢 一定要脸很大 这个示威方式跟今天是完全的反过来 今天大家都在拼脸小 有没有 你们都有那种一合影就往后躲的朋友吧 或者你们就是 然后大合影的时候就都喜欢站C位 因为大合影大多数是用广角镜头 站C位显得脸小 那站在边上呢就很容易被广角镜头拉成一个胖子 我以前一直以为皮影系法语呢 就叫做Lonbo-Chinoise 但是后来网上搜索Lonbo-Chinoise 出来的图片都是手影游戏 后来才知道正确正式的说法 应该是Lonbo-Chinoise 我看下来说 我用煮的 myself 自然して 我用煮的 就乱掉了 所以就已经快点了